走迪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泰国周刊社会版,我是凯文 本期的讨论话题是,中国31个省都喜欢泰国什么产品 据曼谷邮报消息,泰国副总理兼商务部长彭潭在4月底表示 该部旗下的贸易政策与战略办公室和国际贸易促进厅 正在对出口到中国各省的产品数据进行研究和分析 泰国希望瞄准中国二线市场为本国企业创造机会 据曼说,目前中国多个省份的经济总量仍比泰国大得多 如果该国的产品能够进入生活方式、文化和消费多样化的省级市场 将有效提升出口的机会 数据显示,泰国在31个省份的平均市场份额为2.05% 直接出口到各省的商品总值约510.7亿美元 其中,泰国市场份额最高的三个省份是西藏、广西和云南 泰国有很多潜在的产品出口到中国各省 所占比例居然高达53.9% 别看这个数字有点吓人,而且不可思议 但是人家商务部解释说了 这种潜在产品的意思是满足了消费者需求 但消费者还没有意识到 或者是意识到了但还没有重视 总而言之是现有产品的演变趋势和前景 这种对未来的预期是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频道现在有5000订阅 我可以说潜在订阅人数可以达到500万 等到500年1000年以后吧 商务部之所以引入潜在产品这个概念 主要是因为这样说不太容易引起争议 因为大多数看到这条消息或读到这个数据的人 基本上都活不到那个潜在的时间点 我们再来看看商务部的分析数据 他们真的把泰国出口到中国31个省的贸易情况列了份清单 并标记了每个省最喜爱的泰国潜在产品 由于数据量太大 我们只介绍前10个 第一是西藏泰国产品的市占率达9.7% 出口额1600万美元 出口到该省最多的三种产品为冷冻水果 冷冻坚果合成橡胶 第二是广西市占率6.1% 出口额29.9亿美元 三大产品为动物内脏花束装饰品天然橡胶 第三是云南市占率5.6% 出口额13.2亿美元 三大产品为药用萃取物木质框架口腔卫生制剂 第四是广东市占率3.7% 出口额150.7亿美元 三大产品为金属铜 古物粉 木属产品 第五是湖南市占率3.7% 出口额11.7亿美元 三大产品为加工蔬菜 浮体结构物和干果 第六是重庆市占率3.6% 出口额12.2亿美元 三大产品为酱料 活鱼 制药用动物产品 第七是贵州市占率3.4% 出口额1.2亿美元 三大产品为种子 干果 椰子 第八是青海市占率3% 出口额800万美元 三大产品为新鲜水果 冷冻水果 干果 第九是浙江市占率2.8% 出口额53.3亿美元 三大产品为椰干 橡胶废料 木属制品 第十是山东市占率2.1% 出口额39.5亿美元 三大产品为椰干 木属 珠宝装饰品 泰国商务部能够深度分析中国市场 固然对出口是有所帮助 但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是 泰国产品正在失去国际竞争力 国内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 已经把各种产品的生产成本 提升至历史高点 传统的价格优势已经逐步丧失 泰国制造业生产指数 已经连续下降了18个月 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经济的结构性调整 已经迫在眉睫 好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环节 第一 这个松干节 泰国旅游业赚翻了 据泰国报道 为期三周的世界破水节结束了 泰国旅游业取得了骄人的战绩 旅体部的数据显示 破水节期间的旅游收入 超过了预期的1320亿泰铢 达到1400亿 外国游客猛增至1900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7.5% 在这21天中 住宿业收入为420.6亿泰铢 食品饮料收入为330.6亿泰铢 商品和纪念品收入为268.3亿泰铢 泰国人也为本国旅游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截日期间 共有近1400万人出游 创造了501.2亿泰铢的收入 相比之下 还是外国人对经济的贡献更猛 国际游客来源前十名 依次为中国39.6万人次 同比增长89% 马来西亚29.8万 同比增42% 印度11.4万 同比增28% 俄罗斯10.5万 同比增20% 韩国8.5万 同比增36% 老挝6.6万 同比增44% 英国6万 同比增11% 第二 泰国旅游淡季 中国游客能否抑制独秀 在举国泼水节之后 很多泰国人发现用水出现了困难 不仅如此 泰国的旅游业也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淡季 虽然国家软实力委员会声称 可以通过举办各种活动 消除泰国的旅游淡季 但想打破规律并不是这么简单 据泰国报道 泰国旅行社协会主席西斯迪瓦说 淡季和旺季的循环是泰国旅游的固有模式 近十年来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 随着淡季的到来 印度中东和欧洲的游客将会减少 但已经开放永久免签的中国可能是个例外 今年的泼水节 别看在所有来源国中 中国游客排名第一 但是不到40万的人数远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好在平均每天入境泰国的中国游客 一直维持在2万人左右 假如这趋势可以延续的话 那今年旅游局800万的目标是可以完成的 西斯迪瓦说 泰国旅游企业需要拓展思路 寻找新的方法来度过每年的淡季 第三 中国老板的假冒化妆品网络被查 据泰国媒体综合报道 在收到大量投诉之后 泰国消费者保护协会和事要监局的官员 对北兰府一个仓库进行了搜查 在突击行动中 他们发现了60多种不同类型的假冒产品 包括牙膏 护肤品 化妆品等 其中32种没有注册号或泰语标签 警方供查扣了超过3100件商品 价值约2000万泰铢 还逮捕了一名泰国女子 据称她是仓库的看管人员 该女子交代 所有产品均属于中国公民林先生 她在网上从中国订购了这些产品 然后存放在这间仓库中 林某还经营着44个网店 针对泰国消费者进行销售 网店的运营和管理都在境外进行 这间仓库只负责储存和分销 每天发货量可以高达2000至3000件 估计每年的利润可以超过1亿泰铢 目前警方正在搜集更多证据来申请逮捕令 嫌疑人一旦进入泰国将面临法律诉讼 第四 劳工部承诺 5个月后最低工资400泰铢 据泰国媒体综合报道 在今年的劳动节 政府没有拿出实实在在的礼物送给工人 但承诺还是有的 劳工部部长批帕特保证 从今年10月1日起 所有职业的工人都将获得最低400泰铢的最低工资 他说三方工资委员会正在调查 有多少企业已经准备好向员工支付每天400泰铢的工资 内政部部长阿努廷告诉参加五一游行的劳动者 政府非常重视改善国家劳动力的生活 其中就包括提高最低工资 与此同时 18个泰国劳工组织向政府提交了十大建议 包括要求政府正式承认国际劳工组织 关于结社自由的第87号公约 和关于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的第98号公约 以及为工人设立风险保险基金等 相比之下 公务员的待遇就舒服多了 包括新公务员和退休官员在内的政府白领 从5月1日起享受加薪 新公务员的起薪为每月18000泰铢 退休官员的养老金将上涨至至少11000泰铢 第五 狂洒1800亿扩建曼谷两大机场 据泰国媒体4月30日综合报道 机场公司AOT宣布将在2030年之前投资约1800亿泰铢 扩建苏安纳普和朗曼机场 使其容量比现在增加一倍 为了适应旅游业的快速增长 苏安纳普机场规划新建两条跑道 一个新的航站楼 以及扩建现有航站楼 目标是将年旅客吞吐量从现在的6000万人次 提升至1.35亿人次 整个工程耗资约1400亿泰铢 由于朗曼机场的定位是经营区域性和廉价航空 因此投资规模要小得多 除了兴建一个新的航站楼之外 还要对现在老旧的建筑进行翻修 估计投资大约为360亿泰铢 可以将年吞吐量从现在的3000万提升至5000万 此外 AOT还计划竞标总理赛塔提议建设的 攀牙机场和新青麦机场 每个机场预计投资大约700亿泰铢 第六 泰国对邮寄进口商品征收增值税 据曼谷邮报消息 泰国海关部门已经从本月开始 对通过快递邮寄进口到该国的货物征收增值税 在5月份之前 申报价值不超过1500泰铢的商品 可以享受增值税豁免 但本次调整之后 不论货物的价值多少都要缴税 财政部常务秘书拉瓦隆表示 国内生产商需要纳税 但长期以来海外进口的大量廉价产品却不缴税 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公平的贸易环境 数据显示 去年有大约5680件包裹进入泰国 总价值179亿泰铢 其中一半以上声称价值不超过1500泰铢 海关总署署长泰拉杰称 如果海关人员打开每个包裹进行评估的话 那是无法实现的 但是为了确保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征税是不可避免的 他还重申这一做法的目的 不是为了增加政府税收 电商业内人士称 征税可以保护本地的中小企业 但依然无法撼动世界工厂产品的价格优势 购买这些进口廉价产品的 大多数是泰国老百姓 新的税收很有可能给他们的生活支出 带来新的压力 第七警方破获700亿大案 已对中国夫妇被捕 据泰媒综合报道 4月29日泰国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近期破获的一起洗钱大案 在不久之前 警方捣毁了一个呼叫中心 但大量资金的幕后操纵者并未落网 经过进一步的审讯和调查 警方最终锁定了这个团伙的幕后大佬 并成功逮捕了52岁的中国男子C和他的妻子 通过检查C电子设备上的金融应用程序 发现他所管理的数字钱包流通量约700亿泰铢 警方在嫌疑人家中查获了1100万现金 8个银行账户 5辆汽车和大量电子设备 总价值约4200亿泰铢 除此之外 警方发现C持有金银签 他还通过泰国代理人购买房屋 土地 豪车等其他自产 具体的数目还在核实中 突击中 C的妻子也同时被捕 经调查发现C要求妻子和泰国人假结婚 并以此帮助三个孩子取得了泰国国籍 第八 缅甸人在泰购房暴增 据泰哥报道 由于泰国国内经济萎靡和购买力不足 外国买家在曼谷公寓销售中所占比例逐步扩大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普吉岛和巴提亚等地 与去年同期相比 泰国整体房屋销售量下降了11% 来自中国的买家依然占据外国人市场的半壁核山 缅甸市场的销量却比去年暴增了240% 业内人士称 由于缅甸内部冲突加剧 中高层经营人士越来越多的投资泰国房地产市场 很多缅甸有钱人青睐售价4-5千万的城市精品公寓 甚至购买曼谷核心区域的顶层公寓豪宅 高端私人房地产公司阿南达称 今年前三个月外国市场销售额达20亿泰铢 比去年第四季度增长了14% 其中多数为中国买家 此外 房产公司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缅甸业主已经积累了大约1亿泰铢的泰国房产用于租赁 这标志着他们购买房产的用途发生了重大转变 第九亚太地区金融诈骗泰国排名前三 据泰哥报道 谷歌商店亚太区运营主管阿曼 在近日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 去年该地区金融诈骗案件明显增多 受影响最严重的三个国家是新加坡、泰国和印度 数据显示 亚太地区智能手机普及率已经超过90% 这也成为欺诈活动的沃土 违法者经常利用该地区对权威的高度尊重和信任 冒充政府或银行官员来欺骗受害者 用户的数字素养差距也导致在线骗局的盛行 老年人群体受到的危害最大 谷歌商店的实时扫描功能 已经在该地区成功检测到500万个新的恶意应用程序 另据泰国银行报告称 在2023年 伪装成合法银行的网站和应用程序 共造成超过10亿泰铢的损失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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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